这样课程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对科技产业本身就有极大的兴趣 那之前也在西门子工作 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可以念到一个MBA的话 我觉得算是CP值很高 然后也符合就是我未来的一些走向 那但是其实技术背景来讲 我不算真的是以工科出身 但是我一路走来都在科技产业 所以我就想说我将来试试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那今天的话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Claire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从台湾工作然后到德国去 然后现在在德国自己创业这样子 那就请Claire先跟我们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是Claire 谢谢您的访谈这样子 对这个经历呢说特别呢其实蛮特别的 但是就是回想起来呢 也是好像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这样子 就是我现在台湾西门子工作了几年 然后在台湾西门子的时候 申请到德国的这个MBA 然后呢我就毅然决然的到了德国念MBA 然后呢在这个MBA念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是有9个月的上课跟6个月的实习 所以呢我就很自然的就到了我的老东家西门子总部去实习 然后呢实习到一半呢我的这个实习的这个单位呢 竟然被台湾的BankQ买走 那我就在这一家被BankQ买走的西门子里面继续实习 那因为特殊的身份因为我刚好是台湾人 然后又是算老西门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延然我直接进公司上班 那上班了一年之后呢公司倒闭 然后呢经过了一番折腾呢 后来呢我就进了德国的半导体 那在半导体业工作了将近十年 然后又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个产业 然后自己创业宣传台湾茶业这样子 那我们就问你一下说 你刚才有提到就是台湾西门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是什么原因想要让你去申请德国的 Hochew S的MBA 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应该要倒带到西门子之前 因为在西门子之前呢 我其实在德国这边做过一个交换实习 所以我在德国邮政总局做过实习生 那在这个实习的半年的过程当中呢 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让我很喜欢德国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啦 那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想要就是在大学之后念硕士 但是并没有想说在 因为在台湾其实找不到很多的方向 那在德国回来之后呢 我就 第一个我知道在德国念书不用钱 即使是外国学生 那这一点在当时呢 是一个很大的诱因 然后呢我就开始研究说 我有可以找到什么可能性 然后呢找到这个 后书的埃斯林格呢 是发现除了他因为是功力的 因为只有功力不用钱 其实如果你当然念私立的MBA 还是需要收费的 那在他不但是一个功力的MBA 再来就是他英文授课 所以我不用再多花钱去学 多花时间去学德文 所以我可以直接就是切入 所以呢 申请上了之后呢 我就直接离开台湾西门 只会就是算回到德国来念书这样子 嗯 了解 算是原一直想要原的梦 错事 但是又先工作一段时间这样子 那你可以针对就是 Hochel Asking的MBA 去做一个介绍吗 就是包含你们课程的资源啊 然后还有时间啊 同学背景之类的 嗯 好 这个MBA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呢 他是只收有technical background 有技术背景的学生 所以他其实是为了 就是你在科技公司 就是因为德国的工业产业相当的强盛 所以在这些有技术背景的人 希望可以帮他们做一些进修 然后做一个MBA的这个 让他们对一些商业啦 管理啦 比较多了解之后 他们可以接下来做 比较算领导的职位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这样课程非常非常的吸引我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对科技产业 本身就有极大的兴趣 那之前也在西门子工作 那第二个呢 就是如果说可以念到一个MBA的话 我觉得算是CP值很高 然后也符合就是我未来的一些走向 那但是其实技术背景来讲 我不算真的是理工科出身 但是我一路走来都在科技产业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将来试试看 所以呢 后来他们也接受 所以我的同学呢 极大部分真的就是理工科出身的 然后呢 还有很多是企业直接送来上课的 所以呢 这一个科系 其实它不但是公立学校的MBA 它也有企业的赞助 所以我觉得系上资源呢 算是蛮丰富的 那同学来讲呢 就是各式各样都有 就是有像已经工作数十 没有数十年 十多年的同学啦 然后但是他们也有跟一些学校 欧洲的学校合作 所以也有刚毕业的学生啦 但是大部分来讲都是以外国学生为主 本地德国学生相当的少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所以他的课程来讲呢 当然就是说以一般的MBA 念的这一些科目为主 但是他比较特别的部分呢 我觉得他很重实用性 所以呢 我刚提到就是他的真正的 你在学校上课的时间 其实只有九十个月左右 然后呢 你必须要完成在课程之后 六个月的在公司里面的实习 然后当然实习完你就必须要写一份 实习报告出来这样子 才能毕业 所以我觉得他跟产业方面的连接 算是还蛮强大的 这样 了解 那你那时候只有申请这一间的MBA吗 还有申请其他间的MBA 我那时候其实以德国跟荷兰为主 因为荷兰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硕士课程是以英文为主 那我也亲自到荷兰那边去看了 那后来就是几经考量真的完全可以不用学费 还是以德国这一间为主 所以呢 我就很focus在这一间 然后也主要是也对我对德国的影响也相当的好 这样 OKOK了解 所以对啦 确实荷兰比起来还是 虽然可能比美国来讲比较便宜一点 但还是有一些学费的 就是要交掉 要找奖学金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以我当时的状况 就是我不是很希望 就是用那么多的学费来换取一个学位的话 你就是要找像学金 如果是像荷兰那边的话 确实是这样 对 那就是说你刚才提到就是 九个月十个月左右的上课 然后六个月去业界去实行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刚才也讲到了 你后来就是绕到老公家 然后又被BenQ买下来这样子 那可是后来你提到了 你到半导体 到德变成德国半导体 那你是怎么找变成德国半导体的工作 然后又是怎么找到 然后对德国半导体的观察是什么 因为你也待了十几年这样 其实在BenQ他出状况之后呢 德国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协助 因为当时我还是不会讲德文的 在我完全不会讲德文 又没有在德国找过工作的情况之下 我只有一个德国的学历 那其实我根本是完全没有一个信心 我有办法在德国找工作 那但是他们对我们这一些员工 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支持 他们找了找工作的顾问 来辅助我们 然后金钱上面 就是说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 让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在德国找工作 因为找工作 我那时候听到是 平均你开始找工作 到找到工作 会需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跟我们在 过去在台湾找工作的感觉 是很差很多 台湾搞找工作 我觉得很快 大概一个月之内 你如果没有听到消息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工作 那德国要半年的话 你就觉得 哎呀这也太久 那也在财政上面 也怕会有困难 所以他们在这些 全部都会支持你 那当时我其实本来已经 就是一听到公司 打批的消息 我就已经本来想回台湾 那他们就是 陆续的给了我很多 这样子的资源跟支持 跟我说 其实放弃有点可惜 那他们甚至跟我讲说 如果你是觉得 因为语言的问题 的话我们先让你去上密集班 让你把语言学好 然后我们再帮助你找工作 那我后来想想 就其实我对找工作这一块 还是不太有信心 但是我想说 他们愿意 support 我让我学德文 那也不错 那我就花个几个月的时间 把德文选起来 这样 然后在学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是也帮着我 就是看我的履历啦 然后问我想要找什么产业啦 那当时我还是以高科技产业为主 那已经有开始思考到 就说台湾其实半导体还蛮强盛的 所以呢 就是有考虑进半导体业 可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好像自己很见证 因为德国的产业呢 其实你要进这个产业 有90% 你其实必须是要有 那个产业的background 就是你必须要读 譬如说真的是读物理啦 或者是你对半导体 有写过他的论文啦之类的 那像我这样子什么都不知道 我对半导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 你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就是也很 就很特殊的状况 刚好就说 当时第一家半导体公司 他们有一个实验计划 他们想要找有商业背景 然后没有半导体背景的人来 帮助这个公司 活化他们的思维模式 那我就刚好就在这一批里面 进了这个半导体产业 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那进去之后呢发现 就很就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对半导体真的是一无所知 然后我就很辛苦这样子 因为我那时候记得 当时进去我们的那一个半导体公司 我们是做IC设计的 而且是IC设计的大厂 所以呢它里面有30%都有博士学位 90%男生为主 然后像我这样子 外国女生 然后完全没有半导体产业进去 就是我觉得 当时的同事应该觉得我就是一个异类 了解 可是那你是 你觉得自己可以面试上这份工作的关键是什么 还是刚好他们真的需要 一个没有背景的人来而已 当然就是说对他们来说 他们希望你有很强的marketing行销 那因为我当时在主要我想跟西门子啦 MBA啦这些都有关系 就是说我有技术 技术行销的背景 然后就是我有非常强的international的background 因为我在亚洲的当地产业工作过 我不是只有在那边念书我在当地产业工作过 然后又到了欧洲这边拿到这边的学位 所以他们应该就是觉得我有那个potential可以做技术行销 尤其是在marketing这一块 因为当时他们其实也是很希望强化marketing 为什么呢 因为刚提到就说 应该是99%在做他们半导体行销的人都有技术背景 那他们觉得这些做有技术背景的人做行销呢 有一点点就是说有点被制式化 就是说他们思考的模式呢都是以technical background的方式去思考 那他们主要想要更改这一块 所以其实是一个实验计划 因为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是可能10个应该有9个 后来在一年之内都离职了 因为就不知道在公司可以怎么样做出贡献 因为你完全听不懂这些工程师在讲什么 但是就说我还是一个强烈 一个很强烈的那个信念 就是说我觉得他其实这一个idea是很好的 我相信就是我们的非技术背景 可以带来out of box thinking 就是我们的思考的方向 应该跟他们是整个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样呢当然有好有坏 你可能就是捅出很大的揉子 那当然你也可以创造出很大很大的可能性这样子 了解 那你那时候跟工程师在理解上面会有很多的冲突吗 然后你自己有提到就是贡献的部分 所以后来是自己有怎样子的贡献 可以分享一下 对有很大的冲突 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你很 你很就是不了解状况啦 但是就说当时我还是有很多很很 人非常好的工程师他就说 你该理解的东西就是那个皮毛告诉你 其实就说我的我那时候的理念是就是说我如果我要跟客户谈technical的东西 我绝对不会是我自己去谈 因为我并不是技术背景 所以我就让工程师他们去谈 但是就说我就担任比较商业的要角啦 价钱的制定啦 那这一些当时其实他们都是这些有技术背景的人在做 然后或者是决定一些business model 那其实谈到贡献就说 主要是在做business model的这一块 我给了他们完全很大的冲击 就说他们过去觉得说我一定要这样子做的方式 在我进来之后其实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选项 那当然这些选项其实带着很多的risk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读北MBA其实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说你必须要勇敢去尝试 你才有办法创造出机会 所以呢就是我一直告诉 我一直希望说他们跳离本来的business model 然后去开创另外一块新的东西 那他们觉得risk很大 但是他们觉得说OK咯 你愿意做那我就给你做 所以呢就带着我听的business model呢 自己跟着几个工程师做了起来 可是一切都是时事造英雄啦 那后来就说这个business model呢 竟然在我们本来这一 我们设计的IC其实在中国是毫无市场的 因为中国当时没有需求 但是当时在一个政策的变化之下 中国忽然之间急需要我们这个IC 那中国市场之大那当然就说 几乎占了我们三分之一的全球市场 而且是全新的市场 那真的就是时事造英雄 我带着这个新的business model 完全打破他们过去理解的方式 然后跟中国的这一边的当地的 这个我们的同事合作 然后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竟然以一家 德国的IC公司拿下我们这个IC 在中国百分之百的市占率 而且这个百分之百市占率 竟然持续三年之久 就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打得进来 所以当时的我们算是创造了传奇 了解 算是时间也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可能新的模式也有关系 这样子对 那可是想问一下就是在半导体产业 其实你十几年 你是有换过公司的 那这两个公司可能模式上面 其实是不太一样 或是做的东西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后来你会想要换到 另外一间公司去 虽然也在半导体产业 其实在当时做出这些project之后 就是我有一点累了 已经有想办退休的状态 因为当你在公司 做出这样子的成绩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应该开始要准备升迁了 然后就是过去的人都觉得 我一个外国小女生 看起来完全没有威胁 其实大家都对我很好 但是当你做出这些东西来的时候 全公司的焦点在你身上 然后大家就开始有黑函 有攻击 然后怕你跟他抢死位 然后就是这点让我有点心累 因为其实我不太想要去接触这一块 就是在political的一些东西上面 所以我就暂时退了下来 然后我一直 因为我觉得说在半导体做行销 或者是科技做行销 我很喜欢 然后我也真的在这些 international大厂接触到这些资源 所以我其实是很想要帮台湾的公司做 但是因为我人没有在台湾 所以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当时试了一下 但是找不到机会 然后我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IC设计 在那一块 在中国大陆那边 百分之百的市占率 他们的竞争对手一直进不去 所以他们竞争对手 其实当时一直不断地希望我过去 那我就进了 当第一家公司的竞争对手去那边 但是其实有点勉强 因为那家公司在跟我住的地方离了八百多公里 就在德国英南一辈 所以我原则上是坐飞机去上班 但很辛苦 每天吗 每个礼拜 每天没办法 了解 对确实是真的蛮辛苦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交通上面很麻烦 那后来想问一下就是 那时候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刚才有听到他们有提供你去上德文课 那你后来在半导体做行销的时候 这些沟通跟工程师的沟通都是用德文吗 在第一间半导体公司呢 就是我虽然其实我的德文基本沟通OK 但是因为我从一个外面进到一个内面的公司 你如果语言再不够强的话 你就会整个被人家忽视 所以我当时决定就是在那家公司以英文为主 那他们也够英国 你没有很多讲英文的人 所以都OK 所以在第一家公司我是讲英文 那到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呢 就是我在产业上面的知识 跟我的credit已经很 已经就是已经被被被被被proof了 就说他们找我去 已经是因为我的产业知识 所以我就在语言方面我就不怕 所以第二间公司我就以德文为主 这样子 了解了解OK 因为蛮好奇想说学了德文 到最后有没有派上用场这样子 对 到很后面的时候开始派上用场 那现在你是完全百分之百派上用场 OKOK了解 算是因为时间上面啦 就慢慢的熟悉 还有留在当地就一定会是需要讲德文这样子 对 好然后就是经过了十几年就是在业绩上面啊 然后对我们现在要聊聊就是你的创业的历程 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离开这些稳定的大企业 相信你的职位应该也是蛮稳定的啦 那就是离开这些大企业之后在德国创业这样 其实到最后一家 我离职前的这家公司 我非常喜欢这家公司 因为他们就是符合我所有的标准 人性化啦 照顾员工啦 然后道德标准也比较高啦 就是在商业的竞争方面 他们也采取比较非狼性的做法 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用比较奇怪的竞争手段 去跟竞争者竞争 所以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当然就说因为家庭的原因 我还是没有办法搬到他们总部的那个城市 那然后在最后呢 就是我的小孩 小孩出生 那小孩出生呢 我就先 他们也很人性化 就让我请了三年的育婴假 那三年的育婴假 我就考虑很多啦 就是我要回汉堡的半导体产业 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城市呢 还是我继续帮他们做 但是南北非 但是不但南北非 就是说通常 妈妈刚开始在德国 回来上班都不会是全职 所以扣掉我南北非的时间 然后再加上我又不是全职的话 其实我能工作的时间就不是太多 所以就种种考量 感觉上好像不太适合继续留在业界 然后我之前也提过 就是我一直希望可以帮台湾做点什么 然后因为家庭有原因 我也没有办法全 full time回到台湾 所以呢 我就 后来创业其实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就说应该是说 我接触到了台湾这个产品 然后让我有了很多idea 然后这些idea让我发现说 这个idea一定我只能我自己做 我没有办法在任何其他的公司 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是先有了想法 然后有了产品 然后之后呢 才决定创业这样子 嗯 了解 然后你就是 对 再问说 那为什么会决定是以茶叶这个方向去作为推广 对 因为 就像我刚提到 就是我不是先想要创业 然后再找产品 我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机缘 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我们每年会带小朋友回 小baby回台湾看家人啦 然后就是 呃 对我来说是一个 呃 一个大天使 引导家人 然后引导我去 呃 认识或重新复习这个 呃 蜜香红茶这个东西 那我 就是在这德国 欧洲住这么久 我一直觉得说 呃 台湾的茶叶 呃 产业这么的新盛 然后这么的成熟 但是呢 在欧洲几乎是 除非说你在欧洲是一个 呃 专业喝茶人士 不然的话 大家其实不知道 他们知道 就说 哦 我要买茶 就是英国 呃 早餐茶啦 什么 大吉林啦 印度啦 那 呃 台湾的是完全没有那个名字 没有 就是 大家其实不太知道 那 我觉得这个很可惜 然后 然后在蜜香红茶我 其实我自己之前不太喝茶 但是在蜜香红茶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一个特殊的香气 再加上它的那一个故事 然后 它呃 在看 在参观场 玩茶园跟听完这些故事之后 就是 那些idea就在我脑子里面 一直不断的转 一直不断的转 我当天晚上回去 我睡不着觉 我一直在思考说 哇 这个东西这么棒 为什么没有人把它带来欧洲 那如果要把它带来欧洲的话 要怎么样做 那其实它有什么特殊的特性 可以呃 在这边做行销 然后就是我那个行销的那个灵魂 就开始一直不断的转 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 我要怎么做这个东西 那当然说 如果说有一个大的茶厂 有很多资源它来做 当然是最棒 但是呃 当时其实就只有我这个想法 那我觉得说 那呃 我 我可以开始做 那或许有一天 就是呃 有一些一业合作啦 台湾有大茶厂 愿意 愿意一起来做啦 当然是最棒 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就是要必须自己做 那台湾的大天使呢 带我认识了这个茶厂 德国的小天使呢 就帮我创业 就是他们当时在德国 就让我接触到 就是像那时候 呃 BankQ倒闭 我接触到很多资源一样 我当时又接触到非常非常多 政府的资源 他们又又送了这个创业的顾问给我 然后一直帮我不断的上课啦 然后从创业的每一个面向帮忙我 然后呃 他们不是说告诉你要怎么样做 他们是坐下来跟你一起一步一步做 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 比如说你要用德文写那些申请书啦 然后要怎么样跟德国的 哪一个部会打招呼啦 要怎么样去申请这个东西 哪个先哪一个后啦 他们其实全部都带走一步一步做 所以呃就 这一个特殊的想法 呃跟这个创业的理念 跟这一个品牌就这样诞生 嗯了解 算是对国那边的资源提供 帮助你克服当地一些什么 法规制度的问题 这样子 然后那这样子的话 目前就是呃 你的这个品牌 Leave Proper的运营模式算是这样子的 嗯哼嗯哼 这其实也蛮特别 因为当初就说我呃 有考虑到说只有我一个人创业的话 他我并没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呢 我希望可以一切用呃 Digital的方式做就是全部都是online做 那但是当时德国的状况是比较好的茶叶呢 大家都是在呃 专业的茶行买 他们不会去呃 网路上买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不需要有一个consultant啦 人家告诉他们说这是什么东西啦 闻闻看试试看啦 这也make sense 但是呢就是我当时就没有那样的资源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咦咪像红茶他有一个特殊的呃 故事应该要在网路上有办法很快的传开 所以我还是决定在网路上做 所以就是不管是行销啦 不管是呃呃呃 卖的那个通路啦 全部都是走online 那大家其实当时还蛮担心我的 他们觉得说诶 德国呃比较好的茶叶 呃没有人网路上买 很少人啦 那你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有点呃 有一点有一点 怎么讲有点先进 那都都有好有坏 就是说我就呃 我就真的就这样开始了 嫁网站啦 然后呃走网路上的通路啦 这个呃都还算是我的专才这样子 然后呃 也蛮快的就是说 很快的就是大家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在呃corona之前呢 我就开始有其他的通 呃呃除了线上之后 我线下通路了 就是我有餐厅啦呃 呃超市啦 他们注意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开始卖到线下通路 但是corona就来了 所以线下通路呢 忽然之间就断 但是线上通路呢 忽然之间大卖 就是卖到断货 呵呵呵 就让我吓一跳 因为 本来也是觉得说 这样子的查在网路上 不是那么容易买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 经过corona的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 他竟然在网路上打卖这样 所以就慢慢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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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在亞洲人那一塊我當時沒有想 當然後來因為Corona 就是我開始接觸到他們 因為我覺得說大家回不去嘛 回不去 我剛好有在賣這個台灣的茶 我就把這個東西也去分享出來 但是當時我其實設定的主要的客源是德國人 所以我所有的東西都localize 所有東西都德文化 然後網路 所以我的網路還有我的整個產品包裝材 全部會都是德文 然後線上剛開始就像你講的 就說我的客戶在哪裡 我要怎麼reach他們當然不是那麼的容易 那在德國最快的第一步就是Amazon商店 就是因為就台灣如果大家在網路上買東西 會在哪裡買類似蝦皮子這樣的地方 那我們就是也有這樣子一個platform 那你就是上那個platform 然後想辦法慢慢的累積你的客戶跟知名度 那這樣子就會比較快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你自己的創業到目前兩三年之後 覺得就是過去的工作經驗是有這樣子的幫助到你嗎 因為從科技業的行銷到食品的行銷就是有什麼不一樣 嗯 行銷我覺得 嗯 業產業界當然非常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行銷的概念 很多就是 譬如說你 行銷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要讓這個東西不斷的dripping 就是一直在他的身邊不斷的出現 那譬如說你就是要做 在社交媒體上做很多的東西啦 然後在很多的地方讓他聽到你的名字 這個當然是我們還在努力 所以我覺得過去的經驗當然絕對會有幫助 因為我覺得在創業部分呢 創業就是說好像在打怪一樣 就是說你常常會有很多問題 忽然之間就出現在你的面前 然後呢你就是必須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你如果沒有過去產業界的經驗 你如果從來沒有就是 當然有些人很厲害 他就是一生出來他就是創業的高手 所以他馬上遇到這些問題他就有幫他解決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對我來說 過去的經驗的累積其實是在幫忙現在 就是說你去解決一個問題的能力 然後跟一些特殊的想法 譬如說一夜結盟啦 或者是你要做incentive啦 然後你要跟不同的商店做co-op啦 這些基本的marketing的概念 其實都可以用在不同的產業的東西上面 這樣子所以我覺得過去的產業界的工作經驗 其實對我幫助很大 嗯了解 好然後那最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想問說 問Claire說你接下來想要帶領這個品牌 還有往什麼新的方向去挑戰嗎 就是除了茶或什麼 你有什麼新的產品想要加入你們的品牌 我覺得就是我當初想要把這個東西帶進來 最大的夢想還是希望說 就是說蜜香紅茶這個東西可以像大吉里一樣 就是每個人只要聽到蜜香紅茶就可以想到台灣 所以這一個還是很前面的里程碑 就是說我們已經reach到了一個小眾 但是我需要大眾 所以在這個理想還沒有達到之前 我想就是先focus 這一點在我們做行銷也是很重要 因為當你一旦diverse之後 你會把自己搞得非常亂 然後產品很就是其實很多人 因為台灣過去的工作模式 或者是台灣創業的模式 大部分是以trading為主 所以大家覺得說trading 你就是要很多的產品 可是以行銷概念來講 你必須要很強烈的focus 就是說你不能diverse你自己 你要把所有資源focus在一個東西上 所以我一直沒有說我要進台灣五種茶葉 八種茶具之類的東西 我還是希望說能夠單一的把這個東西 推到它的高峰 所以目前還是以這個方向為主 那我想在我的客戶 他們給我的反饋方面也都是相當的positive 然後就是我必須要在很多很多的PR 或者是行銷啦 資源上面再有更多的facability 那這個是對下一步來講更大的挑戰這樣 因為如果以一人公司 目前還是一人公司嘛 的資源跟有限的時間之下 其實要做到這一塊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想是可以很努力的去克服的 對啦 確實是就是還是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 或是更多的怎麼講 推廣 但就是如果你確定可以把它做好的話 那我覺得應該可以 希望大家未來歐洲可以聽到 就是蜜香火茶的時候想要台灣 對 好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非常感謝Clear跟我們分享 他自己從台灣西門子 然後到德國獨MBA 到最後創業的過程 那接著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